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爱看电影爱听780的老哥 爱听相声看相声的DJ Andrew 今天就要为大家分享一对非常好笑的相声 由大师马基老师跟他的徒弟赵岩 所演说的一段拍马屁 这个相声非常有趣 为大家来表演 这个我最近一直在我退休之后做打算 您这么快就想到退休了 是啊早点准备不行啊 我就想了几个职业 可是想了一想去真找不到一个好的 不会吧您这么有才 哎我想啊这个当司机 哎呀不行不会开车 是吧哎呀那这个怎么办呢 当个陪酒女郎又是个男的 嗨这辈子您是别想了 所以呢我想办一个学校 世界性的学校 哎我教书收钱就好了 哦那么您这个学校开办什么专业呢 拍马屁 拍马屁还办学校 哎您要报名吗 我欢迎你来 哎不用不用 您这我是不拍马屁啊 我却您也别拍人家马屁 而且我自己就不受拍马屁 哎您要说您不想拍别人马屁 这有可能 当然呢 可是别人也别拍您马屁啊 这点您控制不住 怎么呢 拍马屁的人让你不知不觉的受拍 哎我不信 你不信我咱俩可以学一学啊 比如说你就是我现在新来的上司啊 新来的处长 我就开始拍拍你啊 我不上你的当 哎那不见得 咱俩试试啊 嘿嘿嘿 啊哈哈 好啊 怎么整一个人嬉皮笑脸是怎么着 哎嘿 赵处长 您来工作 我就不便打脚了 哦还好还好 你到这有什么事呢 哎没有没有 赵处长 初次见面 我又想带点见面礼来给您啊 哎我这有两只老母鸡 一包花生米 几瓶酒 和几千块钱 小意思啊 给您保养保养吗 告诉你 这些东西 我不用 我全部需要 拿走吧 哎 赵处长 您别这么说嘛 我是产一些自己产的东西 给您尝尝鲜吗 哦 这些还是自己产的 哎 当然了 这一只老 老母鸡 我自己养的 这几瓶酒 我自己烧的 这几包花生米 我自己种的 这几千块钱 我自己印的 啊 像话吗 不是 什么呀 我说 我自己村起来的 告诉你 这些东西 我全部需要 拿走 好 好 好极了 赵处长 您这种 连接奉公的精神 哎呀 我非常受感动啊 我早就听说 我们新来的处长啊 学问很大 这个人 谦虚诚恳 对待下集 如同兄弟一般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啊 哈哈 哎 您打算什么时候 给我们全处师 来点这个 您的演说啊 什么演说呀 不就大家聚在一块 聊聊天吗 对呀 那就是 非常精彩的演说啊 我们全处师的人 都等待 您给我们演说呢 哎呀 大家这么忙 没时间演说了 怎么会忙呢 前 前几天 前天 哎 前天 怎么不给我们 讲演说呢 哎呀 前天晚上呢 公司有庆典活动 公司庆典 有什么意思啊 啊 哪有你演说精彩啊 啊 我跟你说 我们那个公司啊 就请到一个女高音赌场 不够水准 实在不够水准 张大星相难看死了 我不愿意看他 嗓子 缺无音 少六绿 哎呀 那个演唱家 简直不能跟你比呀 哦 您对那个女演唱家 很有意见 是吧 哎 我非常有意见 告诉你 那个女演唱家 啊 是我太太 啊 呃 那位演唱家 是您太太 哎 好啊 怎么又好了 哎 他他他 他唱的是好啊 呃 我是说这个 这个哎 我知道 写曲子 真写不好啊 这个作曲员是个大草包 让这个女演唱家 没法发挥嘛 哼 好 那我告诉你 这曲子是我写的 啊 这这这曲子 就就就这样 曲子是您写的 啊 好了 好极了 你怎么又好了 哎 我我我说他 他这个唱的是好 而且曲子也是好啊 但是呢 你不是有意见吗 是我有意见 我是说这个 啊 对啊 啊 我是说这个 这个词 词不好啊 是不是啊 这个词不好 告诉你 这个词也是我写的 啊 这个词曲都是你一个人写的 啊 太好了 你不是说不好吗 哎 这个连这个词配这个曲 加上您和人这个 珠连壁和天意乌风的演唱 太好了 啊 只是有些人不懂得欣赏而已 哦 您说的是 哦 在我旁边有一个小孩 呃 呃 他他他也不不不懂得写什么 欣赏 也不知道好听不好听 这我看到他一直鼓掌 一直鼓掌 显然您夫人唱得非常好 非常好 哦 告诉您 那个孩子啊 就是我儿子 哦 没错 一看就像您公子 一零有福气 是不是啊 这个耳朵 耳垂很大 而且宽面瘦 宽面 而且耳垂很大 这个有福相的 一定是您儿子 错不了 哈哈 跟他父亲长得很像 哈 告诉您 那我的儿子呀 在家里还特别喜欢唱歌呢 我知道 也听他的音乐速教 一定跟你一样 跟您夫人一样 您知道吗 在我旁边还有一个小子 这个小孩子很瘦很黑 一只眼睛 没办法和您公子相提并论呢 哎哎哎 对不起 我说错了 那个一只眼睛的才是我儿子 你 你 您的儿子一只眼睛 哎呀 好啊 太好 好听了 哎 怎么又好了 一只眼睛也好 也一只眼睛 他的 这个视力很集中啊 呵啊 这个太有的说了 我们中国不有一句成语叫 叫一目了然嘛 嘿 他给用这儿了 哎 好了 这个儿子太好了 你别小看我这孩子 他爷爷还特别喜欢他呢 哎呀 当然啊 这个虎毒不食子嘛 爷爷能不喜欢自己的亲生孙子吗 啊 你们这个 爷爷现在是跟你们一块住 还是分开住 哦 我们分开来住 好了 太好了 您真是明智的选择啊 怎么说呢 哎 几大人同堂在一块 难免闹得有些隔阂 有些矛盾 分开住 好 分开住 好 您真是太聪明了 哎 那么爷爷现在住哪呢 哦 爷爷现在住南投 哦 南投 南投好 地方馒头宝地啊 你看 我们全台湾的景点 玉山 河欢山 西头 日月潭 全都在南投啊 这个地方是宝地 太好了 在那边常住吧 常住什么呀 搬了 搬 这么好地方都要搬呢 哎呀 搬哪里去了 搬高雄去了 好好好 搬高雄好 搬高雄怎么又好了 哎呀 高雄是工业的心脏啊 而且那个市区还有美丽的爱河 哎 又可以搭渡轮 有的时候还可以去欣赏这个夕阳 西泽的夕阳 太好了 这个地方也很好 就在那边住着吧 啊 又搬了 又 又搬哪去了 搬台北了 台北好啊 台北这个首都啊 是不是 台北搬台北好 这个 台北有捷运啊 是不是 这个地方啊 对老人家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不用走人员 哎 交通方便 适合老人住啊 就在台北啊 啊 不要搬了啊 不要搬了 又搬了 又搬哪里去了 又搬花莲去了 好好好 哦 花莲也好 花莲就是我们台湾的后花园嘛 是不是 什么泰鲁阁峡啊 七星潭呢 啊 还有我们的原住民部落 非常原始原住民部落 端端花莲 这个地方太好了 适合退休养老 放松心灵 太好了 就在这个地方了 好 又搬了 又 怎么老搬呢 这 老爷子就这毛病嘛 哎 这个毛病好啊 毛病也好啊 哎呀 人一挪数一死嘛 人老了 总是要到处的办法 活动一下 对老人家的骨头是有好处的 好 您这样尝尝饭 好好好 最后搬哪里去了 搬回南头了 啊 这 好啊 我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叫落叶归根嘛 是不是啊 外面再好能比得上自己的家乡吗 哎 不用说老爷子在家乡住久了 一定是身心健康 天天愉快啊 愉快什么呀 病了 病 病了 病了好啊 病了还好 病了 您想啊 这个那么大年纪的人能够病魔做这个奋力的这个抵抗 不简单啊 说明您这个老人家您把年轻啊 这还不好 啊 还好什么呀 抵抗什么呀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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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还好啊 死了你就免得负担了 你能全新的投入工作吗 我投入什么工作啊 这不上司找我约谈吗 好啊 这是准备提升你啊 不让我再处理的 那只是短暂的呀 把我调离了 那是任务紧急啊 把我彻车查办了 好啊 我就指老子不是好东西 哎 怎么骂上 你走了 我当处长呀 去你的吧 谢谢大家 这是马基先生赵元先生讲的拍马屁 其实我觉得中间当中非常多 除了讽刺的意味之外 他非常幽默 而且呢 我当时把它改改变了一下 其中的这个台湾的地名 我把它改改变了一下 OK 那么我想像当中最最好听的就是他的紧凑 大家如果有机会听到这个原版的马基跟赵元先生的相声 那更是精彩 两个人的紧凑一大一唱 哇 那真的是精彩绝伦 OK 相声 相声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 马基老师他有超过50年经验 他的相声的弟子呢 遍布全球各地 甚至连台湾也有 非常有名的李国秀老师 就是马基的徒弟之一 马基老师可以说是相声成先喜后非常重要的人物 因为相声在他之前呢 其实一时是非常保守守旧的 又加上有文化大革命 使得中国的相声其实在这个后来民国初年的时候 是一落千丈 是没有希望的 而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 马基老师手开第一炮 以相声的方式 编了一个叫做如此照相来讽刺文化大革命 可以说是非常精彩 而且非常勇敢 大家可以想象在那样封闭的时代 推出了如此照相 讽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作品 那么也因为马基老师使得中国的相声有现代化的可能性 现在大家可以在不管是中国台湾 听到各式各样现代的相声 尤其是中国不仅是古老的相声 跟传统相声跟现代相声 互相融合更是常见 这都是败思于马基老师对于相声的贡献 我从第一次拿到了我的表姐送 我在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拿到一卷 他送我的马基老师的相声CD 马基老师的相声CD 我表姐送我的 我就不断的一直到现在我不断的听 而我发现 其实冯一刚老师跟宋正清老师说的没错 他们说听啊 其实是背的主要原理 你不是一直念 一直念 不对的 你是要听 听 之所以念会有效是你在念给自己听 其实我常常背台词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录下来 我睡觉就一直听 我发现听它是听觉 它是让我们可以记住事情最快的方法 而且耳濡然之下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聪明 他说耳濡然嘛 耳是不能缺少的 耳濡然之下呢 你自然会对这门艺术有自己的看法 而且呢 你也会学会模仿 而关于模仿的部分呢 我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呢 也都有希望 为各位来做呈现 不管是国内外演员电影的模仿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今天时间到了 那我们下次更精彩的 呃 相遇 谢谢大家